一首一串心 筷子人口歌曲流传大街小巷 不分年龄大家耳熟能详 这首歌让当时的歌手沈宴 红遍半边天 不过一居美国的沈宴 传出耶旦节前 在纽约家中过世 得年六十岁 就连女团锦绣二重唱 都翻唱沈宴的一串心 人获得好评 就知道这首歌 在台湾人心中的分量 而沈宴令人印象深刻的歌曲 首推这首踏浪 这是沈宴的首张专辑 优雅歌声语音缭绕 当时搭配秦汉林凤娇主演的电影 我踏浪而来 唱片公司用陈宇 陈宇洛艳之美 帮沈宴取一名 果然一推出就受到注目 本名周美龄的沈宴 是影歌以及主持三期的 全方位艺人 演过不少文艺爱情电影 歌声与当年的歌手江林 跟银霞并列华人 国语第一代玉女掌门人 当时的沈宴红片半边天 却在1987年闪婚后 选择移居美国 近年来都会抽空回台 却因为疫情关系 没再踏回家乡台湾土地 如今美国过世 沈宴的歌声 继续留在歌迷心中 三地新闻消遇至陈宴好 台北唱会道